深夜小貨車完全沒煞車 高速追撞前方轎車 駕駛被卡住 性命垂危 兄弟車駕駛酒駕 一路搖搖晃晃 自撞 分隔倒翻覆四角朝天 有的駕駛傷勢比較重逃不掉 有的卻是丟車善人 喝酒開車躲酒測 時有所聞 但去年5月在高雄 也發生一起酒撞自撞翻覆 三名遠景到場發現車裡沒人 沒多久一名女子自稱是駕駛 警方問你怎麼沒傷勢又折返現場 他說先趕回家辦事情 只是單純自撞 經過酒測 酒測直鈴 警方於是放行 但最近卻有人捲舉 開車根本不是同一個人 警方涉嫌包庇酒駕頂替 連市議員也疑似介入官說 檢調一早大動作到男子分局 搜索一個多小時 查扣報案記錄等資料 並且帶回分局長陳百祿等多位遠景 涉嫌官說的市議員周中站 以嫌疑人和正人身分一樣被檢方約談 警方表示不排除是同仁不小心造成的疏失 但檢調透露根據電話錄音 恐怕還有高層涉案 相關人等正在偵訊調查中 記者陳信王書宏 高雄大